记住每一年都有最严重的能量干扰 叫做五黄煞 避免五黄煞 你才能够真正的趋吉避凶 记住哦 风水 雪煞或是环境磁场能量 最终的三个重点叫 第一个是门 第二个是主 第三个是灶 好 门是什么 就是门口 你们写下一句话 门口占地理磁场的200%的重要性 主代表是主位或主卧 灶代表是厨房 办公室叫做财务室 我今天很快区分给你们看哦 门口就是这个屋子的嘴巴 屋子的嘴巴磁场能量不对 就吸到了毒气 你看哦 护士要穿防护服 你家里的洋宅 也必须给他一个能量的防护服 比如说外面的杂气干扰 这个洋宅才会旺 OK 这道理应该不难理解 我们要穿一个能量的防护服 叫做你的第二层皮肤 你的磁场能量要好 你才能够越重什么才能够得什么 才能够越快的欣赏事情 好